之后呢 是我们昨天晚上在东南亚老窝住的一个酒店 从外面看过去 像是一个私人大别墅 院子里面种了很多果树 大家一起看看 认识几个 这是芒果 这种果子 第一次见 有朋友认识的吗 我以前还没有见过 远远就看见这么一大颗菠萝蜜 不知道熟了没有 酒店呢 是他们当地人开的 没有人会中文沟通 全靠这个国际首饰和翻译软件 上楼梯呢 跟很多家里一样 都是需要 拖鞋的 看到熟悉的中国字 出入平安 虽然是光脚踩在这个上面 但是他们每天都会擦洗的特别干净 后面呢 就是 他们这边的龙葱 这个酒店呢 是一个乡镇上的 看着像大别墅一样 大家觉得 这样的房间一晚上里多少钱呢 我睡的是一个大标间 确实是很干净 因为我们昨天过来的时候 呃 这些床单啊 被套枕头都是他们重新换的 里面有空调 还有卫生间 不过 这边 他们用的这个热水器 不知道安不安全 都不敢用这个洗热水走 房间呢 住起来整体很不错 因为是在乡镇 价格呢 向来是 13万元 老挝币 相当于咱们中国的 50块钱左右 但是 你要是在城市的话 可能也得 最少得一两百啊 两三百这样子 今天我们要从这个乡镇离开了 去前往大城市 因为在这个农村 换了好几天了 换了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去城市里面转一转 看一看 这个乡镇呢 也是有公共汽车的 我们去前面 看一下公共汽车在哪里坐 这里就是他们的售票处 在这里买票 啊 好 可以 一个人是8万 三个人是24万 老挝币 这边的一个美女老板 帮忙买一下车票 因为我们语言不通 特别热心 你坐这等吧 好 10分钟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老板 手写的车票 从车票上 这是一个 数字3 坐在这里等一下 10分钟就发车了 路上跑的这些货车全部都是国产的 加点那个电影滤镜 我们在那等了20分钟了 车还没有来 这边的10分钟是不是和我们那边的10分钟不一样呀 来这个车站坐车的人还挺多的 可能因为这边也没有什么别的交通工具了 不知道这个目的地是哪里啊 这个字我们也不认识 啊 对那个卖票的说是这个车 这是一个小汽车 里面应该大概只能坐四几个人吧 这感觉跟坐面包车是一样的 搭车了已经 车里只坐了我们五个人 看来好像没有人跟我们一起去 乡东的地方 肯定还要拉了嘛 光是一个站点 还有很多站点 他沿路还要拉着呢 哇 有个美女即将要上车 看狗要不要去搭讪一下 你要坐副驾驶去了 你想啥呢 你看 他坐前面去了 我们刚刚坐着车走了大概有个十几分钟 然后又到了一个车站 刚刚问了一个小伙他会说中文说是要在这里等半个小时左右 又给我们换辆车 可能是觉得他拉的人太少了 换到一个车上一起 他们本来说要停半个小时 两个女孩饿得不行了 本来想吃个泡面 结果刚泡上又换车走了 这个车已经坐的满满当当的 坐了两个多小时的搬车 终于到达了这个 芒赛 芒赛722 芒赛这边也是老窝的第三大城市 说说我们坐车这一路全是山路 全是那种弯道 他车速开的有点快 整个人在车上左摇右摇 我平时也不晕车的 晃得我都有一点 那个啥想吐了 两个美女也在路上 都拿着四桌袋子 不停的那个啥来 城市里面的汽车站 也蛮漂亮的 和好朋友猪哥严严 又聚相聚在一起了 接下来我们将一起 在这个 芒赛 逛一逛 猪哥过来 前过来一天 给我们都把点踩好了 这边玩的地方 挺多的 而且中国人也很多 接下来我们 期待我们的一起的旅行 精品服装 对来到这个地方 中国原始非常多 走在街上到处都是中文 就感觉没出国一样 对因为这边离 咱们的中国 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了 这么近 难怪了 这个猪哥 要带我们去吃一个这个汉堡 而且是中国汉堡 吃了很多老挝菜了 吃的肚子都是清汤滑水的 来吃点油气的 这个童子鸡 这个是7万一个童子鸡 还有一个香辣鸡配饱 你看看 这有三个人抢着买单 哇 这咱们出来之后买单都不用愁了 今天的 第一栋 两个美女在车上吃了泡面 我们来吃一个汉堡 来到了老挝这么多天了 是 芒果也吃了 菠萝卜也吃了 但是看到这边有卖榴莲的 因为这边好像 不盛产榴莲 大部分也是从泰国进口的 去问一下看这边卖多少价钱 搞一个榴莲吃一吃 榴莲怎么卖 14 14 1公斤 1公斤14万和 20多看银鸡 阿伯会敲吗 敲个圆一点的房 房多的 这个就稍微有一点小 买个尝一下吧 只要尝尝一点去 这个是什么水果不知道好不好吃 没见过 1.7公斤开了这么多还可以 开始和我朋友一起分享一下 老挝这边买榴莲 这个呢其实跟国内差不多 呃 它是三斤四两下来要100块人民币 嗯其实价格跟国内也差不多 好香啊 尝尝尝尝看好不好吃吧 只要好吃就行 对 盐盐的盐盐 盐盐马上来了 这个比较好 你来个大的吗 这个少 少一点 大狗 好对我也来一口 好好吃 好吃吧 它应该成熟度比较高 是接近自然成熟 软糯香甜 嗯所以它那个味比较浓嘛 嗯 嗯